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有意思 台大內部的師生反應還蠻冷淡的 你看那個去年那個中國新歌聲 在台大舉辦 哇 誰都衝進去啊 對不對 把那個鼓台都那個 這次有沒有學生去什麼靜坐 抗爭 師生 目前沒有 都很冷淡的感覺 那反正是外面人很熱 這個什麼馬英九 江儀化 龍應台 劉兆玄 彭秀柱 你看 那你都是這些人在挺 那就會讓台大學生覺得說 這又不是那個藍營的大團結 然後你再看這個什麼國民黨的立委 所以我覺得台大學生就覺得很奇怪 什麼都是這些國民黨的一直深藍的 其中有一位我必須要講這個江儀化 他一直想要大學支持 很好 他現在在哪裡教書 香港大學 請大家回香港大學 你也跟我喊大學支持 你敢不敢 如果你在香港大學裡面 你不敢 自治 對不對 可能香港大學現在 連要講個什麼港股都不行 對 那你回到台灣 就是國民黨為什麼被人家批評 就是說你在對岸講一套 回台灣又講一套 那你這樣如果兩邊講話 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想年輕人就會覺得 你這個根本就是兩面人 在台灣張牙五爪 在那邊就那個乖乖派 對啊 然後你看那個 這次還有誰去 藍天行動聯盟的主席武智章 也去台大附中前面 他要罵教育部搞台獨 讓台灣人都不認為 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這個跟法管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去看那個 裡面還有 還我 還用解寫 我還會想現在可是陸克來的 經過的 也給一個還我和山 那你今天搞成這樣 你武士當然 那明天是不是那個白狼也要去 所以我就被人說 你把這個庭管 又跟反台獨 搭上同等號 那加上之前國台辦 又那麼力挺 這個管總語幫他澄清 說他沒有在夏門大學兼科 所以我會覺得你這個被人 我會覺得這有點 現在當然你說藍營裡面 是群情激憤 但是我在想 這是不是又是一個 八百壯式的同文成效益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